感谢关注十月革命之后 哈德克斯坦的国体有所变化 1920年十月月在哈德克斯坦 现任工作上成立了吉尔吉斯 苏外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隶属于俄罗斯联邦 1925年改名为哈萨克 苏外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认属于俄罗斯联邦 1936年12月 哈萨克胜哥为苏外社会主义 加盟共和国加入苏联 苏联时期在共和国之下 设有州区郑湘和阿乌乐 共和国设有共产党中央 最后苏外和部长会议 州区湘设有党的基层委员会 和人民代表苏外执行委员会 苏联时期哈 这个斯坦和联盟中央一样 实行义党制和苏外制 根据改国独立 前最后一部宪法 即1978年通过的宪法规定 哈共是哈萨克斯坦的领导和指导力量 是政治体制和一切 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 他负责决定社会发生的中前进和国内外务 政策由于哈萨克共是苏联共的一部分 这意味着哈萨克斯坦的一切大事物 包括人事经济管理 实际上由莫斯科决定 那是哈萨克斯坦中央苏联的一个加盟 共也用立法执行和司法的机构 人民代表苏外兼有立法和执行职能 最高苏外和地方人民代表苏外的组成 各级人民代表通过选举产生军委兼职 最高苏外代表任期五年 地方苏外代表任期2.5年 人民代表苏外 直接或通过他们所建立的执行机构 领导国家 管理社会经济各个文化部门 当然这些权力极为有限